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ActivePlanter怎麼樣做影片的輸出 如果這個已經弄好了 對了這個背景可不可以換顏色可以喔 有沒有發現這裡顏色可以換 好所以如果你把它換成不同的顏色 老實講做影片是比較常用背景黑色的 白色的看起來覺得怪怪 當然不是說不行 只是說像這樣 那因為我們剛剛有反白的那個字嘛 所以其實還好 那這個也有透明所以都還OK 好那怎麼樣做輸出從上面這裡 當然做輸出之前最好你可以把你的專案先儲存一下 有沒有這裡可以儲存一下 那哪裡有輸出上面這裡有沒有看到叫導出 導出就是輸出 那麼這一套軟體它在視訊剪輯 視訊輸出都是完全免費的 都是全功能 那麼你如果你有用到其他這些輸出的格式的時候 一樣可以輸出 可是怎麼樣 應該是左上角還是右上角會有他們家的logo 就是如果你有用到它的付費功能的部分 但是我們影片剪接這塊是完全沒有 就是完全不需要付費 那也是全功能的 這樣了解 好所以它裝起來沒有使用期限 即使你用到有付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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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幫你加上那個logo在上面 就這樣而已 所以它不會說 你把我用一個月之後就要付錢 沒有 所以這個還算不錯 好我就按視訊 那麼它預設輸出就是MP4有沒有 就是MP4 那你可以自己選擇你要放在哪裡 好 尺寸 在這邊 我現在這個是19201080有沒有 比較大一點 比較大一點 當然如果你要改也可以 那我就把它先放到桌面上 欸奇怪 我這邊好像現在很難按 哈哈哈哈 它不太想要讓我按 好我先取消一下 我就照預設子好了 照預設子也不太想要讓我按 它有點卡住了 反正你知道按下去就好了 就這樣就差按下去而已 這樣了解 我自己想辦法按就好了 哈哈哈 你可以從那邊 記得從上面有一個叫導出 有一個叫導出那邊 輸出視訊檔就好了 那一般來說 除非你的影片比較長 不然的話 大部分我們錄的時間 不是很長 幾分鐘 十分鐘左右 應該輸出的速度都還蠻快的 如果各位已經弄好了 在這邊它會像這樣做導出成功 那你就可以去查看一下 或者你知道它放哪裡 你就直接過去就好了 有沒有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直接打開 這樣OK嗎 所以輸出大致上就像這樣 所以像這套軟體 一個最大好處就是 因為跟PowerPoint太像 不想要學好都很難 真的真的 你看哪裡有 你PowerPoint會的 好像一不小心就會了嘛 對不對 又有中文 又沒有讓你花錢 哈哈哈 當然如果你覺得它 它要做所謂比較互動式的 因為它原本這套軟體 就是做數位教材用的 如果你要比較互動式的 這些輸出方式的話 當然這就屬於付費功能 OK 好